同马起义,参加红四方面军,长征时期,在红四方面军任团长,国共合作时期,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,雙二九十三八六旅独立团团长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雲龙的几次经典战役,与板田连队交手,不停上级安排,强行突围,最后虽然击毙了板田连队长,自己这方也是伤亡惨重,第二次进攻平安新城,以一个团的兵力去攻打一个新城。 第三次华业战役,雲龙已经算作失掌了,还自己亲自带着突击队去出攻陷阵,结果被炮弹上伤,从这几次战役可以看出,无论雲龙身处什么之外,他所做的和他想做的都只是去险中求生,险中求生。 雲龙这样的指挥人才最多能带兵的也就是一个是一万人马,再往上的军,军团他是绝对支配不了的,在他们脑子里根本没有对战役人的关系。